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二十亿度母战的最后一堂课 这一堂基本上 二十亿度母的大概的 一些功德 利益都讲了 其实如果详细讲的话 汉文当中也有一些相关度母法门的法本 然后藏文当中也有 但因为我们这次让大家稍微明白一下 度母法门是如何殊胜啊 那这样的话 我希望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一定要用上 甚至我希望我们寺院和道成 还学会中心 这些佛教的团体当中 要念诵度母法 我看到你们很多道友念诵 应该很好的 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参加藏地的一些法会 念度母的时候也是很重要 大家要会念 所以念藏文也是最好的 经常他们前往印度 前往其他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法会都是念度母 有个别的道友都是参加法会 回来的时候都会念度母战 也有这样的 然后同时以前汉地没有的 现在我们度母的念诵两种方法都行得过 都很好 所以以后根据你们不同的根机吧 我们最近南宗这边用一种调子 离宗这边用一种调子 都可以 希望你们以后在汉地寺院和学会道成当中 经常弘扬度母法 如果这个声音在不同佛教界的群体当中 能传出来的话 我通过分别念的碧量 应该我们佛法的很多违缘 会得以遣除 包括个人的修行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顺缘 所以在这方面 希望大家努力 今天我们也请接着讲度母战 其实这个度母战 我们前面也讲过 前辈的很多很多大德 都有特别殊胜的因缘 当然以其他一些 一般修行人的经历 我们都没有时间描述 比如说比较大的 不管是藏地 印度的这些大德们 都有特别殊胜的一些教言 我想起还有我们 方便的时候以后讲十十五十颂 十十五十颂的桌子 叫巴瓦德瓦 那么他其实造十十五十颂 好像我以前不知道 讲过没有 也有很深的一种因缘 他刚开始特别精通佛法 但是他弘法利生的事业 不太广 后来他一直祈祷 想到东方去礼拜度母乡 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坐船过海 后来在海中 已经海盗上的人们 把他戒指在那里 他那里特别痛苦 不但弘扬不了佛法 而且也没办法度化这些众生 后来他也一心一意地 祈祷度母之后 在他的显现当中 度母告诉 你晚上睡到怎么样的知识 你可以明天到达那一处 后来他就非常向往自己的故乡 按照度母的知识 这样睡下去了以后 第二天 确实已经到达了自己的故乡 但到了故乡以后 他原来的寺院 在同一个时代当中 已经完全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高僧大德已经演技了 有些新的思想潮流 不断地在涌现 这个时候他的弘法利生 更没有办法展开 特别比原来还差 那个时候他就想到了 这次我弘法利生的事业 都不成功的原因 就是海盗上的人们 劫持我而损害的 所以他生起一些恶念 马上用窃口音 树音 连一些恶咒 结果海盗上的人们全部都出现地震 全部沉在大海里面 后来他自己所造的罪业 想起来了以后极其惭愧 然后进行忏悔 进行忏悔以后 他就为了忏悔 从印度磕头 到文殊菩萨的道场 五台山 他准备发愿 这个过程当中 度母也告诉他 你如果光这样磕头 不一定清除你的罪障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那么你应该造非常有意义的 引导众生迅速成佛这样的法要 留给世人可以清净你的罪障 后来布瓦德瓦上师 经过多年的闭关 施修 还有抉择 最后他觉得 所有的修行当中 成佛最快的 如理如法的一知三知识 所以后来造了 五十个颂词的十十五十颂 这个十十五十颂 虽然表面上看来 文字不是很多的 但是真正按照度母的手机 一生成佛必不可少的 非常甚深的窍诀集聚一起 留给世间的人们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也想到了 很多的这些大德 为什么修成度母之后呢 就是对自己 应该有非常大的突破性 可以这么说 有些事业的展开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有些是自己很想 把自己的修行三十三种圆满完成 有些很想在有生之念当中 以自己的微薄之力 饶益有情 弘扬佛法 但是有心力不足 也有这种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光是分别念 再怎么样蒙利的十他强生 也不一定是祈祷作用的 一定要通过一种三巧方便方法 那这种三巧方便方法 我想应该是祈祷度母 通过度母法门来度化众生 这是非常合理的 凡是藏地印度 我也想起了很多的故事 但这次因为我们 也不可能耽误很长的时间 还有藏传佛教 还有很多的一些传记里面的故事 特别多 比如说 我以前好像讲过没有 那个《五诸菩萨佛子行三十七颂》的作者 是藏地的五诸菩萨 他都是有一次 好像我以前也翻译过吧 那个传记 他有一次从他的家乡 前往拉萨的途中 看见了有一条特别大的河 看见有七八个人 准备在过河 骑着马过河 突然间那个水特别深 全部都沉在水里面 那个时候 五诸菩萨万分交集 然后马上祈祷度母 那个时候非常稀奇般的 大多数的人 除了一匹马和一个人 已经沉下去了 其他人非常稀有的 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到岸边了 没有任何损害 那这个时候他看见那个人 已经沉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不知不觉 五诸菩萨的后面出现一位身体高大的 身上穿着白色菩萨的一个人 腰间也有吸着毛巢的腰带 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说我来去救他们 结果他直接涌入到河里面 把这个人 裸碎的人 从手里面拽过来了 然后顺利地拿到岸边 拿到岸边之后 不知不觉的 那个白衣服的人 已经消失无踪 当场的人们 大家都非常稀有 问五诸菩萨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五诸菩萨我也不知道 非常稀有 是什么回事 然后很多人说 这应该是度母的加持 五诸菩萨也说到了 我们只要有 诚者的信心祈祷的话 三宝始终都不会欺惑我们的 意思应该是度母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以后自己在 无论是集体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违缘出现的时候 祈祷度母很重要的 还有自己四人 其实凡夫人经常遇到一些 自己觉得很不顺的 或者是很需要 马上解决的 那这种情况 应该需要祈祷度母 我相信以后很多汉地四种道友 也会有很多的感应 到时候我们专门祈祷度母 然后出现的这些感应 也可以变成一本厚厚的书 但这个书里面 最好不要有一些妄言 妄语 不要 真正的一些感应 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诸佛菩萨的 包括一些前辈大德的传记当中 都有很多的通过度母 通过度母也好 其他僧尊加持而出现的 一些非常稀有的传记 我想大家应该是好好地 随时随地都是要祈祷度母 能解除自他的一切痛苦 这一点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祈祷的时候 度母是平时在我们的身边 以前诺纳霍佛的一个弟子 有一个女性的方语教授 他据说活了一百岁 是一个度母的成就者 也是个汉族人 他经常用一个比喻 他的比喻是什么呢 他说 阿弥陀佛像是国家的主席一样 观音菩萨像是身长 或者是死长一样 而度母是街道办公室的主人一样 他说 我们去找国家主席和身长事长 有一定的困难 有出现什么事情呢 我们身边的街道办公室主人 那就非常方便 所以他就是阿弥陀佛和诸佛菩萨的化现 有什么事情呢 应该请教他 其实我觉得表面上看 是很世间化的一种比喻 但实际上诸佛菩萨的这种实现 化身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 无二无别的度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个细节都会出现 所以你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包括有些 像我们藏地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遭度母的 甚至有些盗贼偷东西去的时候 也念度母 很顺利地回来 也有这种情况 下面我们讲到今天用事业来赞叹 用六个方面 其中今天讲的是第二个 灭除恶毒而赞叹 讲的是第三个 灭除恶毒 恶劣的毒药赞叹 那么这个偈颂是 顶礼灭毒神毒母 受持天海相交予 颂尔大日 盘子生 那个大字应该说小 盘子生 盘子生 有个小小的因 无业灭除一切毒药 那这里就是说 顶礼的是谁 灭除神毒母 也叫做空缺毒母 因为空缺通过空缺的威力 龙兵都可以直接消除 龙毒也可以消除 那么在有些当中叫空缺毒母 也叫灭毒神毒母 那么这个灭毒神毒母 绅士是白色的 手持地向天海相交予 其实手持的无婆罗花上面 有一个交界的月亮 这种交界的月亮 天界的湖泊 或者天界的白色甘露海一样 这是从颜色上面比喻的 手持 无婆罗花上面有 天界的白色甘露海相交界的月亮 在这个上面有这个月亮 而这种月亮能遣除所有众生的 各种心里贪嗔痴的善毒 还有外在出现的 比如说混合的一些毒药 饮食当中的毒药 还有眼间毒等等 有许许多多种类的毒 全部都可以遣除的 并且通过我们诵二大热 还有帕的生意 如果你读孔学度母的心咒 我们读孔学度母的心咒的后面 那个术哈的前面加上一个 这样前面也有个达达 后面也有个达达 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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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子的毒 染上所有的凡夫众生 当然世间当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毒品 这些毒品都要我们遣除 通过祈祷毒母之后 自相续最好不要入各种毒药 身体也不要染上各种毒 这样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祈祷毒母 遣除这些违缘 包括毒蛇 毒药 他们的一切违缘 全部都是依靠毒母的祈祷 就可以遣除的 像以前印度也有这样的说法 印度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妓女 那么这个妓女特别损合人性 可以用自己最美妙的身相来 吸引很多人 有一次有一位商人跟他说 如果跟他同住一晚上 可以给他伤给五百个宝珠 然后他约定之后 那个妓女也答应 答应到了黄昏的时候 前往他那里 路过的中间 有一块森林 在森林当中 他比较累 稍微休息 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的 由毒蛇来开始帮着他 那个时候原来的欲望 变成了一种特别巨大的恐怖性 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 据说以前世间当中要祈祷毒母 那么毒母消除一切的毒蛇等违缘 他就拼命地祈祷 拼命地祈祷之后 毒蛇的相续当中也生起悲心 然后不知不觉地离开了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恐怖 确实需要祈祷毒母 还有印度以前 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路过的时候 就看见矿象 其实印度的矿象很厉害的 他就马上看见人的时候 用死者踩死 并且他的鲜血到处都是 像棉花枝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用自己的大象 用鼻子卷起少女的身体 正在准备杀害他的时候 他就突然在心里面 能生起祈祷毒母的念头 然后他一祈祷毒母的时候 当时在大象的相续当中 生起慈爱的心 然后接下来把少女放在一个 人来人往的密集城市当中 然后向他顶礼 然后又把少女带到寺院里面 向他进行顶礼 然后又把她带到皇宫外面的大象 向他进行顶礼 后来因为皇宫王子 更要接近结婚的时候 后来他们也开始觉得 像大象都是顶礼的 这样具有福报的女子 应该配得上王子 后来变成了王妃 变成了王妃 所以我想 毒母的加持 一般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如果一心祈祷 其实毒母的赞颂里面也是讲了 如果你想得字的话 得字 如果你想得财 可以得财 如果你想得地位 还有世间各种各样的一些 人们需要的所谓的平安 所谓的快乐 所谓的健康等等 这些都是依靠 毒母的加持来可以获得的 就像我们汉传佛教当中 其实观世音菩萨 九苦九乱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也是有 相当于毒母那样的 他可能不仅是胜障和死障 他有时候 观音菩萨也是 毒母不上班的时候 也是借到办公室里面去当主人 也有这样的 所以毒母有很多 世间当中的一些功德 大家应该这样明白 明白以后 我们对毒母会生起信心 甚至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 师徒做的石像也好 木头壳的木像也好 或者画家画的探卡 任何一个树像的话 应该大家生起欢喜心 生起恭敬心 依靠恭敬心和欢喜心 自相续当中的违缘也可以签著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的一些大德 其实这些大德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说跟其他普通的人 应该有比较相同的地方 也许可能完全是相同 就像米拉利巴斯以前 所说的那样也许相同 但是这些大德一方面 自己苦修努力 同时他有很多本尊 护法身 空性 他们的护持和保佑 这样以后一个人也是 弘法利生的事业一展开以后 无法其他人相比利 就像麦芳仁波切 在《二规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 如果真的有一些本尊 护法身来相助 保佑你 那这个时候 虽然他是一种独自一人 但是他的能力 各方面的威力 远远超过成千上万的人 这一点我们也是 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自己 从内心当中 遣除一切怀疑 邪念 邪见等等 一定要建立一个 特别正确的见解 然后经常祈祷 在生活当中经常祈祷 我本身这方面还是应该可以的 从小也许可能是 环境的影响吧 不管是什么 只要有一点时间的时候 对所有的诸佛菩萨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欢喜心 那么只要有空的时候 经常自然而然想起来 对他们祈祷 包括他们的像 这个唐卡也好 或者塑造的像 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看到的时候 心里产生一种 无比的喜悦之情 这也是我自己认为 一种小小的善根 其实我们每个人 也是应该要串习这种善念 串习这样的善念 很重要 下面讲到了 第四个是 遣除争斗恶梦而赞叹 敌礼天王索尽默 天人非人现意志 披甲欢喜智慧德 遣除争斗与恶梦 那么刚才 这个叫做天王索尽默 或者说是打败三盖默 也可以叫打败三盖默 其实度默从法身角度看 他是普贤父默 然后从宝身上面 他也可以成为金刚骸默 或者是金刚瑜伽墓 然后从化身层面显现为妙音天女 等等世间的很多旅行天女 吉祥天女 妙音天女等等 一切旅行的 因此我们祈祷的度母的本体 应该是法宝法身无而无别的 那么这样的白三盖度母 实际上所有的天王 像地狮天 大自在天 以及遍如天 所有的天王 没有一个不恭敬的 像天王的恭敬的话 那人王就更不用说了 国家主席 总统 还有总理 国王 这些都应该向度母顶礼 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首相 我觉得他们应该 像天界的天王都要顶礼的话 更何况说是我们人间的 人间的其实即使一个人头 应该也没有什么吧 应该是这样想的 还有天人 世间当中还有山神 河神 宿神 有很多的神 还有非人 包括阿修罗 野刹 罗刹 饿鬼等等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众生 都没有一个不恭敬的 都没有一个不不一致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一些 世间当中 不管是你觉得 这是一种恐怖的现象 在这个时候 你马上要祈祷度母 这样的话 那么世间一切的鬼神 非人 或者其他的灵魂 各种附体 我们现在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一些非人 这些全部都是一一干扰 以前有些人经常说 有附体 我都经常给他们建议 让他们念度母行咒 然后度母行咒 应该遣除一些非人的危害 甚至我们有时候 可能做的噩梦 或者身心不愉快 这些都是通过度母 可以遣除的 也就是说 披上这样的铠甲 披上什么样的铠甲呢 我们心里面经常观想 度母的身相 心里这样的披上铠甲 还有口里面经常念诵 二十一斩 二十一度母斩 或者念他的咒语 这样的铠甲 如果有这样的话 那么对度母法门的欢喜心 对度母法门的信心 对度母法门的恭敬心 以这个威德力 能遣除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战争 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主与民主之间 人与人之间 甚至这一家和我一家之间 道友与道友之间 有时候我们人心里面 产生一些非人的危害的话 就经常看不惯这个 经常看不惯那个 包括我们学佛法的 有些出家人也好 有些居士也可以看出来 是故意 有些事情 心根本不合合 表面上可以笑一笑 但是笑的话 如根本没有笑 内在的所作所为 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种小战争 小战争是家庭的战争 大战是东西方国家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很多人 在家人的话 家里也是有类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些是在世界大战当中 完全已经失败了 牺牲了 也有这样的 还有做的噩梦 晚上做噩梦 有各种原因 有些因为自己的四大额条 身体不适而造成的 有些确实是冤家载住 或者一些非人的危害 其实这些通过度目 来可以缓解或者消除 因此我们有个别的道友 经常也认为 噢 我昨天做了噩梦 这个梦可能很不好的 我看怎么办呢 那最好是念度目祈祷的话 即使它是不好的征兆 但是也依靠度目的迅速的加持力 全部都是可以消尽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来讲 也是经常战争不断地发生 通过念度目的法门祈祷的话 一方面平息得到世界和平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像世间人那样 他是也获得胜利的 以前印度摩羯国 当时有两个国王之间战争很多年 一个国王叫做古米扎国王 一个叫古米扎国王 还有一个国王叫做阿修哥 他们两个战争很多年 但是阿修哥不管是军事理念也好 他的武器也好 势力也好 各方面都是应该胜过古米扎国王 后来觉得他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暂时有一些放松的情况 后来古米扎国王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所有的军队 所有的将军和士兵 他们一起开法会 共修七天念度目 总共的书 念十万片二十一盏度目 以前的印度军队 也有这样的 开始第二次进行交战 第二次进行交战的时候 对方看见古米扎国王的势力 完全不像以前一样 已经超过了 而且他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出现很多很多穿着黑色衣服的一些女战士 他们出来进行对他们交战 而且整个面孔也是用愤怒相 特别可怕的 所有的这些士兵就没有办法抵抗他们 最后获得失败 所以你们以后可能 当然这种心态 也许是超多的心态 有没有不知道 历史上是这样讲的 但没有的话 一般来讲度目还是不会害众生 但是他的死也是非常迅速的 有时候只要虔诚地 对他祈祷的时候 即使这个是坏事 他有时候也会帮助你的 以前也有这样的说法 印度有一个小乘比丘 这个小乘比丘 对大乘佛教特别不满 经常扫坏一些大乘佛经 甚至诽谤了密宗 后来当地的国王 发现这个比丘特别不合理 然后准备来抓他 准备来抓他的时候 这个小乘比丘经常看到 有一个度母的实相 那个时候他有点害怕 马上祈祷这个度母 然后度母先生告诉他 他的度母像的旁边 有个特别小小的像弯那么大的坑 要求他进到那边去 然后他自己觉得 我身体那么大 一个大比丘 怎么会进到这个那边 但不知不觉 因为那些人马上来抓他 结果他一向进去的时候 确实也是躲在里面了 然后就灭了这种灾难 从此之后 他也是对度母法门 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诽谤大乘佛法的一个恶人 度母也帮助他 但实际上只要祈祷他的时候 他无期的一种缘起 会暂时帮助他 究竟慢慢慢慢 你也会收心过来 你对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会有忏悔的信念 所以我想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噩梦也好 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立即祈祷度母 祈祷度母 以前我都是在放牦牛的时候 经常有时候牦牛找不到的时候 也是祈祷度母 有时候自己觉得很惭愧 这么小的事情让度母麻烦的 但有时候自己心里面特别着急 有这种习惯 确实加持也是极其受伤 所以大家也应该想 如果有些事情没有得以示现 也不能生邪见 应该是自己前世 因为度母 如果你前世造的有些业 一定要承受在你身上的 个别特殊的业的话 不要说度母 谁都是没办法的 这个因果已经完全定性了 但是只要有些万求的机会 那么他的事业 尤其是我们要祈祷 非常强烈的信心来祈祷 就像我们原来讲过 七句祈祷文的时候 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 比如说你祈祷的过程当中 你祈祷度母也好 祈祷莲花生大师也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都是特别有种强烈的感受 对他生起极大的信心 那个时候对方也会感动的 如果你自己好像边打瞌睡 边没有什么感觉 凡是边念念这个 这种心态能不能 当然是有功德 这个是肯定有的 功德肯定有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对本尊的修法 对自己的行为和一些心态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讲的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消除瘟疫疾病而赞叹 就是消除瘟疫疾病而赞叹 消除巨猪瘟疫疾病 也叫做难若度母 也有这种说法 还有消除瘟疫 消除各种瘟疫的生度母 那么它实际上是 生死红黄蛇吧 无婆罗花上面有宝窃 宝窃里面有无死的甘露 这种甘露杀净很多 感受疾病的众生的身体 然后遣除他们的瘟疫等 而且这个度母 他的双目相当于 太阳和月亮那样的光芒 遣除众生的心理相续当中的 各种痛苦和疾病 就是疾病 还有我们送二个哈喇 送两个哈喇 还有德达瑞 送度母的心咒 送哈喇和德达瑞的心咒 通过这种心咒 一切的瘟疫都可以遣除 那么这个咒语的话 欧米达瑞德达瑞 这个是前面欧米达瑞德达瑞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他说 欧米达瑞德达瑞 哈喇瑞德达瑞 那么这里德达瑞也有 两个哈喇也有 南无哈喇 何喇 洪 哈喇 俗哈 通过这种咒语的话 世间当中的一切瘟疫 疾病 包括一些麻风病 现在这个世间当中 经常也是比较可怕的 比如说像癌症 还有艾滋病等等 各种各样的病 通过度母的加持 也可以迅速遣除 以前藏地也是有这样 比较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有一个地方出现瘟疫 当地的人们几乎都已经灭绝了 后来他们想了一切办法 实在找不到一个生存之路 附近的山上 有一个修行人闭关堕连 去请求他 他通过大挂 通过他的智慧观察 要求大家到处都挂度母的精气 就是挂度母的精气 所以在藏地不仅是有度母的精气 还有观音菩萨 金刚萨埵 有很多精气 人们按照修行人的说法 大家一边念度母的赞颂文和经文 还有到处都挂度母的精气 后来风吹到精气 风所接触的当地的人们 从此之后所有的瘟疫全部遣除 就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出现一些瘟疫 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传染病 在这个时候当然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现在的医疗 有些修行人 我生病了以后一直等死 对中医也不相信 对藏医也不相信 对习医也不相信 其实不相信不是很好的 应该是对医疗 不可思议的能力 我想也要 为什么我们上师心底里面引用 诸佛菩萨的身边也不可思议 然后医疗的力量也不可思议 还有咒语的能力也是不可思议 说几个不可思议的 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我们医疗 有它不可思议的一种功能 还有咒语 包括度母行咒也好 度母二十一赞颂也好 他也有他不可思议的功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 非专业人员不知道 比如说从来没有学过医的人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重要很奇怪 好几个草堆在一起 怎么会治病呢 从来不懂医的人 可能会这样想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先在文字上 在这几个文字 为什么有这么力量啊 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老师 他说 为什么 转经了 这样转有功德啊 后来我给他也讲了一些 因为确实他内心当中 有一些邪见 因为他也不懂 我们世间当中很多咒语的作用 还有一些法耳力的道理 很多道理都是不懂的 但是这一点可能通过很长时间的 学习以后才懂的 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药方 让我一下子能接受 我经常有时候看到 中医的时候很奇妙的 我课堂上也是经常说了 一般中医看病的时候 也比较简单 他非要看看舌头 我看看 看看 看看 嗯嗯嗯嗯 你眼睛 嗯嗯嗯嗯嗯嗯 对对对 好好 你回去了 我开个中药 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他有他的窍诀 有窍诀的话 不懂窍诀的人 像我这样说中医不合理的话 那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佛教的非专业人 非专业人觉得佛教里面 怎么会是山上有瓜的精气 手里拉的念珠 转经论 还念经 这些是不是多余的事 这就是我们幻境 在威武论的生活当中 这样的生活当中 产生这样的恶念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懂得了 真正他的真实义的加持 就像《大幻幻幻光明藏论》里面 后来专门讲等持的功德和加持 注意的功德和加持 这些一讲了以后 哇 是明白的 不但是明白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来破斥 破斥他的观点 所以我们眼睛 看不到好多神秘的东西 我们接触的时候 根本摸不到很多的力量 这种力量我们不得不承认 更何况我们心里 还没有完全领悟到 发的甚深的意义 更不用说了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现在佛教徒一定要 通过系统地去学习 一方面遣除自己的怀疑 邪见 这些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 当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 有些是故意给你刁烂的 有些确实不懂 无名愚痴说服 有种种情况 在这个时候 佛教徒并不能茫然不达 全是点点头 或者我忙了 我不行了 我今天有事 不跟你回答 这种借口在因明当中 这是一种相似辩论 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跟相关的人 经常要有一些佛法的正面解释 极为重要 这是讲到第五个了 最后一个第六个 就是圆满一切事业而赞叹 这个是顶礼聚光父母 我们经常讲的是聚光度母 聚光度母 身色是白色的 树上乌婆罗花的花蕊上面 应该是有吉祥金色鱼 标志上应该是有这个 不知道看得到吧 有没有 我们通过怎么样修行 修行的方式 聚光度母用嗡阿红三个正如字 三个正如字 白色的嗡在头顶上 然后红色的阿字后见 蓝色的红字在心间 那么发出三种光 让所有众生的圣语音变成三种金刚 变成乌阿红本身的三种金刚 按理一切三正如字 这是乌阿红三个正如字 让很多的众生真正具足寂灭的威神力 什么寂灭的威神力呢 平时我们的圣口音 并没有智慧 慈悲 还有信心等等这些能力 让我们贪嗔痴所有的 烦恼的熄灭 实现真正的 善的威德力和功德力 这样的时候能摧毁 世间当中所有的邪魔外道 还有七世 夜叉 落叉等等 世间各种各样的非人 恶声 邪声等等 这些都可以摧毁的 也就是说 通过聚光伏魔的修行 他的圣口音发出光 让我们其他的众生 圣口音得以清净 包括这种光遍于 整个非人 整个魔众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 不利于我们修行的众生 让他们相续当中的恶念 即得以遣除 并且让他们也获得了安乐 而且他们经常危害的这些众生 更要获得快乐 所以我们修度魔法 其实也并不是像其他有些国家 利用一些黑武器 一刹那间当中 把对方摧毁物欲 不是这样的 应该只是一种特别有利的修行方法 对方也离开了这种痛苦 以前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好像前一段时间 可能稍微提过吧 寂天菩萨的一个弟子 叫做执天伦师 那么执天伦师他自己的地方 弘扬很长时间的佛法 后来他到雪山去修行 后来受到别的地方的一些邀请 又到了另外一个村落 结果到另外一个村落的时候 我们以前通过历史也可以知道 当时印度那边 叶刹和落刹的危害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好多的农村 全部都是被受到一些非人的危害 全部都是尸体粘片 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其中他看见 有一具尸体站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追他 一般以前藏地也有很多故事 好像汉地也有 以前是有歧视的 但现在好像真正的歧视都是没有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道友 他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路过 看见一个尸体 他晚上都是害怕那个尸体站起来了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一般来讲 可能现在都是没有听说过 以前确实有时候 有这种歧视的现象 这个尸体起来 开始追执天论师 这个时候执天论师用金刚锯 通过念度母的星咒 然后就开始放在这个尸体上面 结果这个尸体马上倒在地上 而且他的身世超度到清净刹土 当时通过度母的加持 天上降下甘令 天上降下甘令之后 原来这附近死亡的这些人 全部都已经复活了 有这样非常稀有的故事 所以我想很多人 祈祷度母 聚光父母 我们以前学院也是专门念过 聚光父母的星咒 聚光父母的一些祈祷文都念过 因此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修行经常肯定会有一些障碍 有些人认为人生是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知道 人生是痛苦的 所以人生是苦的话 实际上是每个人应该明白的 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话 我们原来没有勇气面对痛苦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人生的底色是苦的话 我们怎么样面对 怎么样认识 怎么样去转为道用这种痛苦 在这个时候我们祈祷度母 可以说 从中获得真实的 有意义的快乐 真实的 有意义的快乐 所以我想 二十一个度母站在这里 一根本咒 里站二十一度母中 一根本咒指的是 前面有各种说法 意思就是说 二十一站度母当中 一会儿出现大热 一会儿出现得热 一会儿出现萨哈 所有的度母的咒语 都已经在上面含舍的 还有总共有二十一个颂词 对二十一个颂词从不同侧面 赞颂了度母的功德 当然 从总体上 所有的度母都是 普贤父母无二无别的 在众生面前显现的话 就像观音菩萨在众生面前 示现多种多样的形象一样 度母大致显现为二十一种 这二十一种里面 所有的度母的身相可以宝贵 当然如果你再详细地幻化 也有无量无边度母的化身 所以我们一般 平时念诵的时候 后面的这一句 一根本诸占 力占二十一度母 也经常会念的 就是要一起念 然后还有一句是 度母的一个虐的祈祷文 这个虐的祈祷文叫 知尊度母吹念 祈求救脱诸苦难 这个是我们平时 叫特别虐的度母战 如果你没有时间 念那个度母战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也经常 知尊度母战 尊度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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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每个人 经常在念的 因为这两句 我想是 只要有意乐 只要有兴趣 没有什么不空 这些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念 所以知尊度母 你垂炼我 你一定要加持我 你一定要了知我 那么我今天祈祷你 一定要接触我世间当中的一切 痛苦和一些困难 这两个 一个是痛苦 一个是 这里这难 指的是畏惧 恐怖 我们经常说的是八难吧 八难的话 实际上 藏文当中直接印出来 有八种恐怖 比如说 毒蛇的恐怖 地水火风的恐怖 还有大象的恐怖 像以前印度有大象等等 现在世间当中也有各种 包括一些金融危机的恐怖 然后人生当中的各种恐怖 这些都可以一一遣除 因此我们一定要念 我经常汉地有什么 刚才前面引用的 九苦九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我们也可以说 即九苦九大慈大悲 生度母孙子祈祷 我们看众生 有没有异乐祈祷 我们如果所有的众生 经常祈祷的话 那度母的加持 迅速地会方向广大 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一个度母的心咒 其实这个咒语 在麦彭仁波切的百咒功德里面也讲了 讲到了 这个咒语能遣除一切碎败 还有一切罪业都可以遣除 而且它是五个父母 也就是无方佛的父母众的心咒 如果我们念了 欧米达瑞德达瑞德瑞苏 那这个经常念 应该遣除一切灾难 所以像台湾和新加坡那边 很多上师经常给别人讲 这个咒语念得越来越多 你长得越来越漂亮 所以很多女性特别爱念咒语 也有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你念了咒语也好 念了度母瞻语也好 还有以前我们经常学院念过 麦彭仁波切有个短短的 这个你们念过吧 是吧 没有 是吧 念七十万遍啊 哦 那个是法王宰的 宰的时候 是吧 好像宰 对 度母兴语当时我们念过七十万遍语的 所以这次这样的 我们多的就不要求大家 但是在一年之内 一万遍 每个人度母兴语 这个是我自己也发愿念 希望我们今天现场听课的人 还有网络上听课的人 至少也是一年之内 念一万遍度母兴语 二十亿盏度母一百遍 我多都不说 如果太多的话不说 我们一年当中每天讲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课堂上每次都度一遍的话 一百遍可能三个月就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不管是我们课堂上的也好 还是你们课下的也好 一年当中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集中起来 那么跟度母法们 结上了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希望你们 包括我自己也发愿 这次我们弘扬这样的度母法 各方面的因缘应该是很殊胜的 通过很多的言相 我自己也是从小修度母法 虽然没有大的一些感应 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那天 想二十亿盏度母的话 应该我有资格给大家讲 我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增上漫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从小都是对这个法门非常欢喜的 而且自己一辈子都是 哪怕是我们在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基本上佛法不但不兴盛 看到念佛的人都是受到开除 在那个时候 某某都是一直没有间断过 所以信心应该是有的 境界是没有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也是给大家念传承也好 各方面也祈祷度母 希望度母如果慈悲垂念我 我们大家所有的四种道友 每个人相续当中一定要迅速地得到加持 得到加持以后 我们以后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父母的光慧当中可以实现 同时我们以后发愿 如果有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在汉地也是造一些度母的像 我们藏地有很多度母殿 专门有一些度母殿 那个度母殿经常全部二十亿度母 大大的一个殿堂里面 其实汉地建筑方面 应该有能力的 只不过我们的高僧大德们 有没有意乐和缘起不好 说有的话以后希望你们 应该在汉城大的城市里面 有一些度母和莲花生大师的身相 一定是佛法会兴盛的 因为末法时代的时候需要 非常强有力的本尊 迅速的加持 如果有了这样的话 随缘自然而然会成就的 所以我也发愿 今年学院的经堂里面的主要三尊 是释迦牟尼佛 度母和莲花生大师有这个要求 昨天我跟学院的相关负责人也请求了 请求之后他们也批准了 批准以后 以后我希望在各个地方 也是建一些度母的身相 然后念度母战 这样以后我想自己的违缘 和我们总体佛法的违缘 一定会遣除 最终一切都得以顺利 好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